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David 今天我们来开这个Supreme的开箱 这个集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来开吧 我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东西 那首先在我的这个右边 我们来看这个 我记得这个是上 这个是最早的嘛 这些东西里面最早的 是这个Supreme的这个小杯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周围呢 是有一个Supreme的字样 然后整体是红色的 牌子呢是这个Heller这个牌子的 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 它的这个小标签 那右边呢 这边是这个杯子叫什么名字 是叫这个Max Mug 然后呢它这边有什么东西 谁设计的 然后它在哪块 这个公司 这个是一个纽约的公司 然后我们把这个盒子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盒子还是蛮厚的 就是那种给那种杯子什么的准备的 这里面不会坏之类的 不会喝到碰到 那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这两个杯子中间有一个隔板 那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这个中间的隔板它就是一片纸片 没有什么泡沫之类的东西 那杯子呢是这样子的两个杯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完全塑料的 是那种很厚的塑料的 它后面也没有写什么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微波炉啊什么的 就是直接下面就是写的 是哪里制造的 然后这个杯子的名字 然后谁设计的 看来他们对这个谁设计的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哪里都写这个 那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微波炉 然后是这样子 它是完美的可以就这样子垒上去的这么一个杯子 那我这个人有强迫症哈 就看到这个SUP接着一个SUP就 就不对嘛对吧 应该是Supreme对吧 所以呢SUP应该后面加上Supreme这个字样 但它就写了一个SUP 然后两个叠起来就是SUP SUP就好奇怪 我之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做review哈 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小的stack up是在17年还是18年出的 它是那个四个杯子 然后在上面就是直接就写Supreme 然后那个杯子的质量也蛮不错的 是一个比较小的塑料的杯子 但是它超厚实那种喝小咖啡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很好设计的 但是可能他们不能用同样的一个设计吧 所以它才这次才是SUP SUP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减分了 那同样的呢这个杯子这是红色的 还有一个透明色 透明色的话就 我感觉透明色就还可以 因为它透明的杯子 然后白色的字 这样子如果你喝那个 大家闲在家没事干喝那个手打咖啡 你这样一倒进去 然后下面是咖啡色的 然后这个SUPREME字样也能看见了 上面呢你还可以搁一个foam这样子 对吧 它的杯口这边呢 没有说打磨特别润滑 所以稍微有一点这个会磨嘴 那就是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把杯子放过去 来开下一件东西 下一件东西就是上上周出的吧 就是那个Motion Logo那一季出的 我忘了那一天都出什么东西了 好 那一天出的是那个打孔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牛仔服啊 然后没买到嘛 对吧 太快卖完了 那这是一个这个SUPREME的盒子 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白色纸盒 它外面还有一个塑料套哈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所有的好像玻璃类的东西 都搁在这样子的一个盒子里 之前有一个那个绑头发的珠子 它也是这样子放的 那这边是因为是玻璃的嘛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塑料的泡沫套 然后来套住的 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很喜欢出这种 就是红色跟透明色哈 那这个就是一个透明色的烟灰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UPREME是有印在 又是SUP 然后是这个印在这个里面的这么一个烟灰缸 然后质量还可以摸着还不错的哈 就是这么一个烟灰缸 然后透明的 另外一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话就是全红 然后这个也是没有涂任何颜色的哈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烟灰缸 然后SUPREME出烟灰缸 我觉得直到今天为止吧 之前出烟灰缸每个都不错 但是这个有点太 没有设计感了 就感觉有点 只要赶紧出烟灰缸吧 那怎么办呢 就只烟灰缸 磁的玻璃的 磁的一直做磁的了 那就做到玻璃的吧 玻璃的就 好 一个SUP上去就完事了 感觉没有什么特大的设计 就有点 什么懒的感觉 好 那下一件东西 是这个帽子 那没有买到那个牛仔衣呢 我们是买到了这么一个帽子 那这个帽子呢 是这个一样的设计做的 大家可以近看一下 是这个牛仔上面 它处了一堆破洞 然后是这样子 一个小加号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整个帽子呢 都是这样子的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Supreme红色的标志 然后里面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bucket hat 它的都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也是分两个size 一个是small medium 然后另外一个是medium large 这样子来分的 那这个是small medium 我的头感觉还算大的吧 这个small medium 戴上去就是感觉 可能是我头发现在有点少 就感觉ok没有特别那个特别小 所以大部分亚洲人的头 我觉得戴一个small medium 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可以去店里试一试吧 看看你是不是需要 那个medium large之类的 但我觉得small medium 戴上去已经很正合适了 那下一件东西 就是最后一件东西 是这个滑板 那这个滑板呢 是稍微有点不同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稍微有点尖啊 它是一个cruiser board 像于六车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一个board吧 不是那种做技巧的那种skateboard 所以它稍微形状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正面是这个全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world famous supreme的这么一个logo在这边 那后面呢 是这个motion logo的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otion logo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大一个滑板 然后你的motion logo就占这么小一点点 是不是有点太小了一点我感觉 那如果有小伙伴真的想滑这个滑板的话 我跟大家比较一下那个平时supreme出的滑板的样子 OK这边是一个这个普通的滑板啊 大家可以很明显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头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普通的滑板这边的chrome logo是这个很圆 然后比较翘一点的那这边呢就是稍微有点尖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给你踩的感觉啊 那宽度呢 我们来比一比啊 感觉那个chrome logo稍微宽一点 对 chrome logo稍微宽就这么一点点哈 差不多一厘米左右这样子 那两个滑板的长度呢 几乎是一样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啊 上面这个地方就差很多了 嗯就是这样子的 嗯我具体也没有滑过skateboard哈 我一般都是滑那个longboard 就是像这种cruiserboard 但那个是更长一些的哈 这个稍微对我来说有点短了 那这个板呢也是稍微有点弧度的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么一个板 然后呢就是集了三周的cessories就在都在这了哈 确实这几个星期感觉没有买很多东西 没有出什么东西 那就是这样子的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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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那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